自古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 一般新皇帝继位之后都会将打压自己父亲那个时期的大臣 就像是雍正之后的乾隆 一上来就是经历自己父亲那个时期的张廷玉 为啥皇帝就像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 每个董事长的脾气性格都不一样 张廷玉可能对康熙和雍正的脾气 但是乾隆并不一定喜欢这样的大臣 再者一般老臣都有老资历 门生故旧也会遍布朝廷 对于董事长的权威也是一种挑战 所以皇帝总会想尽办法清理这些老臣 重新培养自己的新势力 巩固自己的皇权 然而在雍正王朝里却有这样一个小人物 历经康熙和雍正两朝 在康熙死后 他不仅没有收到新皇帝雍正的清算 反而还是被雍正视为心腹 继续辉煌了雍正一朝 他就是侍卫首领 涂里琛 如果从外表上来看 涂里琛长得五大三粗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武夫的模样 然而在涂里琛这个粗犷的外表下 其实隐藏着一颗圆滑的内心 下面 我将用四件事情来讲述 涂里琛他到底有多精明 为何能够深受康熙和雍正两人信任 第一 会替董事长遮仇 明哲保身 康熙46年发生了一件大清开国以来 最害人听闻的冤案 张五哥被人强行顶替别人 当了任介安的替死鬼 这件事情虽然不是太子做的 但是作为主管刑部的负责人 刑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太子自然无法逃脱干系 最后犯事的官员萧国星被老八利用 老八借康熙之口承诺萧国星 只要他写出关于太子的认罪状 就会饶他一命 事后还将这份认罪状交给了康熙 康熙自然知道这是朝廷的丑闻 毕竟他和太子还有四十多年父子之情 在张廷玉烧毁这份认罪状的助攻下 康熙也就借颇下驴 让突立琛将知情的萧国星送往圣经 交给圣经将军看管 让这件事情一辈子都无法泄露 当突立琛完成这件事情向康熙复命之时 康熙从记替康熙遮了丑 突立琛又明哲保身 关于突立琛替康熙遮仇 还有一件小事 在他带着诸多皇子来到热和打猎散心的时候 康熙又无意间撞破了太子和郑春华私会 头上瞬间顶了一大片草原 一开始康熙并不知道在塔中的 就是太子和自己的妃子郑春华 于是便问身边的侍卫 德勒泰 要知道作为董事长家里的丑事 一般人躲都还躲不及呢 没想到德勒泰却上前维护太子 还建议康熙不要钱去查看 反观咱们的老油条图里称 在看到塔中太子和郑春华私会那一刻起 他就借口到一旁撒尿去了 后来更是借着失手 替康熙杀死了要向太子通风报信的太监 事后还不忘向康熙告罪 说自己是措手杀死的他 这样懂得替董事长遮羞的员工 康熙又怎么会不喜欢 第二 同事之间懂得留有余地 当初雍正继位之后 田文静奉制成为钦差 负责调查山西巡抚诺敏 填补山西库银亏空一事 在无私道的帮助下 田文静发现了诺敏向雍正奏报 填补亏空的库银 只不过是他向山西商人借来的银子而已 于是田文静接受了无私道的建议 先是建了李渭的兵 封锁了山西方库的所有银子 并当着土里银的面告诉诺敏 回大人 冲锢 你 之后他又求助土里银 毕竟土里银作为雍正派来的一位钦差 田文静向他说出了自己这样做的为难之处 其实他们两人的这段对话十分经典 土里银作为钦差 本来就是为雍正解决试下来的 田文静这番话算是说到了他的心坎里 但是他虽然答应了田文静帮助他 记着喝酒的机会软禁山西全部官员 但是并没有答应田文静两天的请求 只给了田文静一天的时间 为何 其实就是为了做事留有余地 如果田文静没有查出什么 根据田文静之前说过的两天期限 土里银也好跟诺敏这些地方官员交代 毕竟自己也是身不由己 做事还是留了余地 而田文静若是真的查出了真相 到时候土里银依然还是有功之人 按照之前田文静所说 这次功劳全是土里银自己的 他绝对是稳赚不赔 第三 忠心护主 不参加派系之争 在雍正继位的当夜 八爷九一一档趁着龙科多 去传位诏书的时机 老九想借机出去 上丰台大营调兵 被四爷给识破 此时的四爷还并不算是真正的皇帝 但面对着四爷的命令 土里银实行得毫不犹豫 一直等到十三爷率领大军前来勤王救驾 才算是彻底粉碎了老八抢夺皇位的阴谋 而后来在老八应四 联合几位旗主王爷逼宫的时候 此时的九门提督龙科多 已经投靠了老八 将皇宫之内的侍卫通通换了 而且老八还利用了红咒 拿到了丰台大营和西山瑞剑营的兵权 面对着乱臣贼贼的逼宫 土里银一直都站在雍正这边 在大殿之外 和一众侍卫拔刀跟龙科多的人拔刀对质 这份忠心是被雍正看在眼里的 而作为难得的是 作为皇帝最信任的侍卫统领 肯定知道很多内幕 但是对于各方势力的暗颂秋波 土里银既不得罪也不答应 就像是太子被诬陷谋反 导致康熙嫡子要废太子 土里银作为康熙 派往京城的大臣 给同国为传帝康熙的圣誉 对于现场诸多问世的大臣 土里银根本没有透露 关于太子的任何事情 皇帝自然喜欢这样嘴言的人 第四 重情重义 会在关键时刻投靠新主子 当初十三爷因为太子被诬陷造散 自己受到了陷害 在被康熙囚禁的过程中 土里银不忘十三爷对他的恩情 偷偷地给他代救 还给他说了康熙夸赞他的话 让十三爷感激莫名 后来十三爷成为雍正的得力助手后 对于土里银也是十三信任 再者 古代皇帝因为事业操劳 很少有比较长寿的 而像雍正帝 只不过在位十三年就撒手而去 所以土里银在服务好大清董事长的时候 还需要误作下一任董事长的人选 需要提前跟下一任的董事长打好关系 就像是宰相流罗国里的和珅 在乾隆决定将皇位上任给嘉庆后 和珅第一时间就拿着诸多金银财宝 来到了嘉庆王的府上 先给未来的主子留个好印象 毕竟乾隆在位六十年 已经八十多岁了 放在那个时候已经算是高手 万一乾隆突然在某一天撒手人寰 接下来就是这位新主子的天下 以和珅的元华自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而土里银呢 虽然他不加入任何派系之争 但是对于新主子 他还是得观察的 只不过跟康熙朝不同的是 康熙的九个儿子 个个都不是擅长 根本就不仅是谁能成为下一任的皇帝 而在雍正一朝 下一任的继位者 根本就是在打名牌 雍正的第四子弘历 自从康熙一朝 就受到了康熙的喜爱 从小就被康熙当成皇帝来培养 后来雍正更是当着周围大臣的面 宣布让弘历监国 其实就是确定了他准太子的地位 土里银作为人精 自然能够明白弘历就是雍正给他们选的新主子 所以土里银对于弘历也是暗中小心巴结 后来当雍正杀死弘时 替弘历扫出了跟他争夺皇位的最大障碍后 面对着前来向雍正问安的弘历 土里银一个眼神就说明他早就投靠了弘历 所以将土里银这个人进行总结的话 那就是不拉帮结派 会替老板遮挡丑闻 对于老板有着绝对的忠诚 忠义气有正确的人生规划 知道自己该为什么人服务 对于同事也不会作绝 总会留有一些余地 试问这样的员工 又有哪个老板不爱呢